好 有关诈骗跟人口贩运的跨国犯罪活动 受到舆论关注之际 台湾的新南向政策跟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 也被牵扯其中 而这是否也凸显了蔡政府的政策盲点呢 我们的警方只能在机场拦截被害人 也让执政党IP是营救不力 而事实上大陆的诈骗集团在柬埔寨活动 已经有相当久的一段时间 也是两岸关系摩擦点之一 以2016年来说 就曾发生今天当局将台湾籍的诈骗嫌疑人 遣返到中国大陆的事件 另外我们来看不少的评论指出 柬埔寨的鸿森政府 多年来遵从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 所以台湾根本没有办法在柬埔寨设立代表机构 因此也间接增加了这一次救援受困台湾民众的困难度 而柬埔寨西港的发开发呢 可以追溯到2008年 而且中柬两国也在2010年的时候 在北京签署了经济相关协定 但如今西港的诈骗情势恶劣 还被新加坡的联合报形容呢 联合早报形容是诈骗乐园 至于我外交部IP 营救不力 部长吴钊燮回忆之余 他也通批柬埔寨事件是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遗毒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